大家好,我是小尹 凉拌黄瓜很多朋友都喜欢直接放盐 难怪做出来不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凉拌黄瓜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比放店的还好吃 首先准备这样的黄瓜 然后碗里面加入少量的面粉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然后把黄瓜清洗一下 面粉可以有效的吸附 残留在黄瓜上面的虫软和脏东西 清洗一遍之后 再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这样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比较放心 清洗干净之后 再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 放到案板上 我们先把黄瓜的头部切去 再把根部也切去不要 然后再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 在取出擀面杖把黄瓜敲打一下 把黄瓜敲碎 这样敲打过的黄瓜会比较容易入味 而且我们敲的时候周围都是非常干净的 把黄瓜敲打成像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黄瓜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更加容易入味 全部切好之后 把黄瓜放到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两勺白糖 再用手把它抓拌均匀 加入白糖会使黄瓜口感更加的清甜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黄瓜放到冰箱里面冷藏2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菜 把它切成长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装了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把大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装了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个小米椒 把地切去不要 再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细一点的葱花 切好之后装了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芝麻 再加入适量的花椒粉 然后淋入烧开的热油爆香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往里面加入四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蚝油 然后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都化开 这样我们的万能料汁就调好了 先放一盘备用 刚刚烧油的锅不用放油 倒露一盘花生米进去翻炒 开小火烂满炒 炒至花生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像我这样就可以啦 再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 放凉备用 这时候把我们的黄瓜取出来 看一下 这个黄瓜已经腌出了很多水分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小碗 在上面放上一块纱布 然后把黄瓜倒入纱布里面 然后把纱布口收紧 像这样用力的挤一挤 把黄瓜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这样挤过的黄瓜吃起来更加的清脆爽口 挤干水分之后 再把黄瓜倒入大碗里面 再把炒好的花生米夹进来 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夹进来 最后把香菜也夹进来 然后戴上手套 把黄瓜翻拌一下 这时候要像我这样搂着拌 这样拌凉菜特别的快 而且拌出来的味道特别的均匀 特别的有形 还非常的漂亮 这时候我们要多拌一会儿 让这个黄瓜更加的快速的入味 这样拌出来的黄瓜非常的可口 香烂又入味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黄瓜脆爽又清甜的口感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边拌一边偷吃了 拌好之后 把它放到冰箱里 冷藏半个小时左右 口感会更好 凉拌黄瓜这样做简单又好吃 夏天没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盘 清凉爽口 又开胃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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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